各位親愛聽眾你們好 現在錄金的時候 是6月9號 英國時間的10點40分 即是香港的6月10號 早上5點40分 香港的聽眾應該在星期一 就不用上班了 因為是端午節 我在上一集都講過 去紀念、懷念一些過世的人 其實不是錯的 端午節 就是紀念不圓 我們還要吃種 那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在上一次 我講到六四的時候 我們去懷念、懷念、紀念一些小小的人 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香港就是成為一個驚弓之城 在六四那一刻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多少的警察、特別的部隊 在銅鑼灣一帶 八九六四那一架車一出來 去年也是這樣 今年也是這樣 就被拘捕了 不准洗 就懷疑你改裝 結果是怎樣呢 去年結果是否真的有改裝呢 今年檢查是否有改裝呢 其實沒事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阻止你走出來的 那時候 所以讓我們看到 很多的時候 我們用了什麼的方法去呢 那本來上一個星期 我預備講 就是垃圾政策 終於就停止了 那 還沒好像那句說話 The bill is dead 但是都似乎現在 壓後到遙遙無期 但是因為上個星期有六四 那特別我要去回應 就是天主教的書記 周先生所講的說話 所以我就將上個星期 應該要講的說話 就在這個星期 去錄了出來 那其實你留意了 垃圾政費呢 其實呢 就三度壓後 那麼 落實無期 那原來這個是2021年廢物處理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 在2021年的8月26日呢 在建制派支持下呢 就獲立法會呢 三讀通過成為法例的 那原本呢 就打算用兩年的時間啦 那因為是21年嘛 2223 那麼呢 到23年底呢 那就實施了 兩年的時間鋪排 應該怎樣都行啦 那環境及生態局的局長 那謝展環呢 就在2023年的1月和4月呢 都先後表示 有信心 去年底我會推行的 他第一次宣布押後是幾時呢 就是23年的7月10號 就說 因為呢 清潔界的人呢 就說到呢 他們人手不足喔 那所以呢 就不要那麼快推行啦 那會押後到2024年的4月1號 那甚至他很清楚說 一定不會延期的啦 那第二次宣布的時候呢 就是在2024年的1月19號 那就說政府呢 啊 聽取民意 都很想呢 就先誠先試 那樣各界呢 了解了操作的細則 那延遲到呢 8月1號實施 那甚至又再繼續去講 百分之八夠信心 順利推行的 那第三次 那第二次宣布押後呢 就是上個禮拜第一 我會想說呢 就是在5月27號 他說先能試試這個報告呢 陳列總很多很多 扶評喔 很多人呢不滿意 還有執行困難 那 政府其實都很好 我也覺得很好 了解民情 反彈這麼大的時候 那所以呢 就會暫緩 來執行 那這個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來的 那 那 好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一路的 離大去 推行 用了這麼長的時間 兩年多 都竟然會 脫掉呢 那 那如果你再找回 2021年 8月26號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法例通過的嘛 那當日就已經呢 有幾個環島團體呢 就反映 喂 垃圾徵費呢 沒有實施的日期和時間表 那麼 其中呢特別 綠色和平 已經關注到當局呢 欠缺了各階段的 減費目標 那麼擔心 隨時脫掉 那麼 那就是說政府有時候 一些政策推出來 啊 只有講字而已 甚至順應潮流 或者去回應一些 特別是 京官的說話呢 就會想一些政策 但是其實是完全 是垃圾來的 那麼我在下半部呢 就會講這一件事的了 那麼 那麼 結果呢 法例通過了之後 之後第四天呢 那麼呢 就物業管理署的界別呢 就提出 喂 很多問題的喔 那麼呢 特別當時 物業管理的聯會的會長 李偉忠就說到 喂 很多的樓宇呢 是單動式 低一名保安駐守 甚至沒有夜間的保安員 如果那些的居民呢 怕這樣的時候 就放垃圾 拿出來 放在街上 這樣的時候 那怎麼辦啊 你怎麼去執行啊 又或者呢 就是你亂放垃圾的時候 去清潔那些工人呢 工作量增加很多的喔 又找不到 好 誰是物主 除非你用 CSI 把那些垃圾炒出來 啊 有沒有那些信封 連著那些地址 可能你就會想到 是哪些 那是不是又要用很多人手呢 那時候 喂 很可能找不到那個的原主 就是不能夠物歸原主 又不能夠罰他 最終就要法庭或者管理公司 致付這個清理費 埋單 那是很不行的喔 這樣 那特別也有些三毛大廈呢 現在就說到 喂 同樣 那些廚餘收集站啊 覆蓋面又不夠啊 那些廚餘桶又不足 那怎樣來都去 去面對這些事呢 那其實三年後的今天 所出現的問題 原來 當日 通過法例的時候 已經有人提出 但是你沒有去關注 沒有去實質回應 那結果呢 就遙遙無期地 繼續去押後 那還有就是 你想回一下 我小時候呢 香港呢 都曾經有一些的 污漏的地方 於是就會怎樣 是嗎 要鼓勵大家大清洗 用一些軟性的 我記得有一個平安小姐 出現 那我很相信 很多聽眾都不知道 什麼叫平安小姐 但是可能你會記得 有一個叫垃圾蟲 垃圾蟲 垃圾蟲 哇 綠色的 怪獸有不同的形象 那些人追打垃圾蟲 就不可以亂丟垃圾 你有沒有留意到 是一種教育 去鼓勵 去提醒 但是現在呢 這幾年 我們特區政府呢 用的方法是什麼呢 你一不適合 就罰你 就會抓你 就會判罰 那政府一開始動員宣傳的時候呢 就是著重說什麼 你亂丟垃圾 抓到你的時候 你會受罰 如果你用那個垃圾袋 穿了的時候 這個也是違法 你不用政府指定那個垃圾袋 也是違法的 那焦點就是說 你如果做錯什麼 那就會罰你 罰你 罰你 那這個就是這幾年裡面 我們特區政府 不斷的 用這種方法 來帶你去教育市民 你害怕 就不敢出聲 所以去成功了 那垃圾袋 又是 有個人試過 垃圾袋 很容易脫掉 哇 立刻 就告這個的人 那個人又立刻不敢出聲 那時候 其實 是沒有好的教育市民 其實為什麼 要推行這個環保政策呢 那有沒有教育市民呢 喂 綠色生活有什麼好處 對你的下一代有什麼好處 但是沒有啊 最好簡化就是 好 這樣不對 就立刻的 你還是去執法 那所以你留意到 甚至說要收錢 那錢呢 其實是真的產生作用的 你留意一下早幾年的時候呢 就說到 我們要減少膠袋嘛 你去超市的時候 那你要買這些的 就是用膠袋的話呢 要付錢買的 那些人真的沒有帶那些環保袋 那就付錢買咯 但是都是佔少數的嘛 那很多人已經習慣了 現在出街呢 就會帶環保袋 我們在英國居住也是的 就是如果你要 用膠袋呢 就要付錢買的 那所以我們出去的時候 一定帶著幾個環保袋啊 那時候 喂 立刻就說 其實有成功的 那 罰錢呢 都不是不行 但是你只是說去罰錢 而沒有那些教育的時候 那你就怎麼辦呢 這樣 因為當年政府呢 就向立法會要求 有18個月準備期 連同押後推薦的時間呢 其實超過28個月 但是這28個月裡面呢 有些什麼呢 還有 你有沒有留意到 政府那些高官 現在呢 真的很兇的 這樣呢 但是他們怎樣呢 那些人問他事情的時候呢 他那個的回應呢 只是來帶他去 去惡死能登 某個程度 譬如1月17號的時候 那 環保署的助理處長 胡敬恩 真的很厲害的 人家問他 喂 那個地拖棍這麼長啊 這樣的時候 等不到落垃圾袋啊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鋸開去咯 鋸開去之後 那你就可以等到咯 接著第二天 18號呢 那環保署的處長 那就厲害一點啦 阿sir來的嘛 高級過去啦 徐浩江就回應市民 的疑惑的時候 他的金句 如果你不想清楚 什麼時候都是不清楚的啦 那我責任去市民這樣 不是我們解說不好 只不過你們不想去聽而已嘛 那所以你留意到 怎麼會是 令到人信服呢 那甚至 有些人就問 那我用那些膠袋不行啊 不行 一定要用指定的膠袋 那怎麼樣啊 買我們的膠袋 代了你已經用的膠袋下去 那就是怎麼樣 跟環保那個的觀念呢 剛剛背道而馳 就是要用多個膠袋 那所以你留意到 原來 就是今天 垃圾徵肺 那呢 就 胎死腹中 就是 教育不動 推行得不好 甚至高官的言論都令人有反感 那也都 還有一點就是 你沒有好好的準備啦 很簡單的舉個例子 以廚餘維修為例 直到2024年1月15日 全港有449個智能廚餘的回收桶 覆蓋大概1000棟樓宇 其中灣仔和油尖旺的公共村 是完全沒有這個智能的廚餘來回收的 他說預計年底前 就可以增加250個 這樣 私人屋苑方面 中西區、南區、深水埗和大埔 都沒有屋苑成功來安裝了這些智能的廚餘回收桶 全港最少回收桶是中西區 只有三部 全部位於公共村 最多回收桶的山田區有62部 那就是說 其實完全的裝備不行 現在我們在英國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學到 怎樣來去分類 普通的垃圾 哪個袋 廚餘有另外一些分類 還有 膠袋 或者 膠桶 汽水罐 玻璃 和纸樽 我们分得很清楚 隔周的 每个礼拜 不同的区 有不同的日子 比如我住的区 就礼拜五 就会有人来带去收 我们就会将那些 比如今个礼拜 原来收普通垃圾 就推个大的垃圾桶出去 好了 下个礼拜就收环保 把环保的 来带去推出去 还有 还有刚刚 我们有一些 请人来吃饭 那些鸡油 那些东西很厉害 那我们装了在玻璃瓶里 有人说可以 照样就当是厨余 来带给他们回收 原来他们会选择 那我们都是被人误导了 原来他扔我们的厨余 抽那两个瓶 装了那些 肥的那些 渣 不是渣 是那些油 那因为我们不能倒进厕所那里 会塞的嘛 因为那些油的时候 那于是我们要想办法再去处理 那你留意到 原来一直有教育 然后有好的配套 这样去进行 我们是很乐意的 但是去进行的 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好的教育 所以你看到有时候真的 是很多的垃圾 但是去出现的 好了 不单单这个垃圾 征费 就是现在呢 或者这个措施呢 推行无期 那你见到就是 往往这些情绪化的 就是 说话 特别的高官是令市民很反感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是怎样的 其实在这几年里面用了不少钱的 好了 那么政府呢 就和一些公司签了约 这样的时候就要弄那些胶袋 一定要用这些胶袋 如果不用这些胶袋 就不行了 那现在呢 就翻查 当年批出了指定垃圾袋的合约金额 大概是超过11亿的 这是市民的钱来的 还有很多的宣传呢 甚至可能已经增加了的人手 就是用这些钱冤枉了 那现在 好了 印了那些胶袋怎么办呢 那么政府很大方 就将这一亿七千多万的 指定的胶袋 在这半年里面 就免费派给公屋住户 那么作为宣传教育 减肺回收 那就要去洗咯 那时候你想想 其实 是不是也是多洗一些帮钱呢 正如COVID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政府 没有经过招标 因为太急了嘛 就弄了些什么 钢丝的口罩 可以循环再用的 但是那时候说过 原来都是有很多 就是 关联的机构才可以得到的 有多少的市民 用过这些钢丝 就是可以清洗 然后循环再用的口罩呢 就是用了很多钱 但是怎么办呢 有多少人用呢 有多少存货呢 政府没有告诉我们 你听的 甚至呢 因应国内的那个要求 我们不是建了那些荒仓医院 那样 我已经离开了 我不知道了 别人说 比如在启德 或者这些什么地方 到现在都很丟空 用了这么多钱 不止一个地方 但是到现在 都没有用到 浪费了很多纳税人的钱 原来你的政策 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呢 你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来带去 令到很多的市民 他们要承担了这个的费用 所以我就发觉到 现在这个政府里面 很多政策真的是垃圾 正如夏宝龙讲到 区区都要有那个的旅游 于是很多区 大家记得了 九龙湾里面 有那些白登 好像死了那些 殡仪馆里面那些的装饰 很多的东西 是不是 那钱就用了不少了 但是有没有那个的成效呢 总之就是 如果 上头叫到 我们一定要做得好的 大家有兴趣 去听我几集之前 所讲旅游 为什么旅游业不能够兴旺呢 为什么没有西方的游客来呢 没有高消费的游客来呢 是有因素的 正如近期你就看到 那套城寨 九龙城寨的围城 非常的买座 好像最近 一早已经预计了 想再谷行的票房呢 就将那些曾经删剪了 再加进去 是特别版 你可以重复再看 那我在英国呢 都有看这套电影 电影院 那我个人就觉得 这一套没有打电影而已 那没什么太特别的 那如果要我个人来给呢 我觉得 毒舌大撞呢 那个的内容呢 那个戏剧性呢 是更强一点 好了 那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的高官呢 哇 真是懂得怎么样 你带你去 拿光彩的嘛 楊元龙去到康城那里 那里 就是什么你出席呢 那就是要出席 那个影展啦 那现在呢 就说到 咦 政府呢 就透露 正在月九龙城寨的 圍城的电影团队商讨 研究呢 保留和重置呢 部分的场景 等市民呢 和遊客 带你去打卡 那因为小红书呢 就涌现了呢 城寨 或者寨城公园 那个打卡潮嘛 那所以就啊 不如我们就 保留啦 要迎合这些 国内里面的 就是游客来到 是不是 那 选委会 就是 立法会的议员 就是马逢国呢 又贊成 可以活化这个场景啊 那九龙城区议员呢 李超宇呢 就也都说到 咦 现在最近呢 九龙呢 在城公园 有不少内地的游客来打卡喔 那应该呢 就我们要更加好的招呼去 所以保留呢 从境内有发展 说 你们有没有用个脑去想啊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第一就是拍电影呢 它不是拍了 就是建立了整个城寨出来 它只是一部分的景 可能不同的片厂 就有不同的 这儿可能就是 亦造厂的景呢 就是那个士多 但另一边呢 就是做冷行 甚至拍完之后 已经拆了 那你怎样去呢 怎样来带人去 去做这些事情呢 所以呢 就是电影工作 总会发言人庭启文就说呢 电影的拍摄呢 不是把整个世界的城寨 搭建出来的 是个别的场景 你带人去组装的 那你怎样去给人家看啊 那还有是什么呢 你有些什么去介绍 城寨是什么 当年是三不管的地方 那时候我在东头村 去帮助那些嬸仔 就是搞团契呢 附近都是城寨 但我们都不敢进去的 只知道附近有很多 毛牌牙医 但据大家都所知 在城寨里面呢 是吸毒啦 甚至脱衣帽啦 这些色情的换衣 是很多的嘛 但是好像这么说 政府没保留了 我记得我当年 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什么兴趣行公司 我喜欢打书钉 我就会在 就是卖书的地方呢 来带人去看书 我竟然发现到 有一本书是讲九龙城寨 很多很多当年的图片 和介绍 是日本人呢 为我们香港呢 保留了这些资料 但是现在我们又没有了 好了 你保留这个 或者整这个城寨 给人来带人去参观 你宣扬的是什么 当年的脱衣帽 当年的吸毒 和都是幽幽暗暗的 那些的电线 乱钢薄 那你有什么演出呢 比如英国刚才有人跟我说 他们其实都是上了年纪的了 但是跟自己的女儿去呢 就是哈利波特 那个的 就是 Museum 有了那些的场景 原来呢 它们可以来带人 好像 电影里面呢 可以来带人去 透过一些的摄影技术 哇 它们呢 就会飞天啊 飞来飞去啊 不便宜的 六十磅啊 拍个分钟啊 但是它们都很乐意的 来带人去 付钱 那就可以增加收入 它们有很多很多 讲的场景 如何拍摄 有很多的资料 那些人是要 付很多的钱 才能进去看 那 但是 城寨 你会不会有些 好像那些乐园那样 可以被人去玩啊 去参观 可以宣扬的是些什么呢 所以你留意到呢 这真是垃圾 的建议 政策 其实就是 可能 这里有热潮 于是 就去咯 是没有详细去想 只不过是 订了出来 就好像 那个的 垃圾 的 征费那样 或者 要所谓呢 就是 这个的政策 要推行 这个的环保 那 这个垃圾处理 废物处理 三年 差不多 但是 你只得个说 没有实际的东西去处理 结果 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 你留意到 其实 很多的问题 那 正如呢 就是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的政策 都是一样的 政府说要怎么就怎么 特别 近期 你都会看到 都很令人气愤的 特首和行政会议 就通过了修订 社会工作者 注册条例的建议 就行会 就通过了社工注册 就要改组 委员的那个数目 由目前15人 就大幅增加到27人 其中14人是社工 那中保持着8名社工 是由选举产生 但是17人 就是委任的 另外两名的委任 就是分别是社署的处长 和社署 社会公职人员 所组成 要按法例 去宣誓 其实你留意到 那些官员 一定会站在政府那边 那你社工的界别就少 投票就输 那时候 甚至你留意到 孙玉咸 就是他很过分 那当这个建议出来的时候 社会工作组那些处长就说 可不可以大家 你对我们有误会 可以有商量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那些官员是什么 喂 你不想明白的 就怎样讲究你都不明白的 是不是 他就说到 我不需要跟你对话 我很清楚的 这样 完全没有这个的对话 所以 就是社工注册局的主席 吴瑞明 就说 真的很失谋 他说政府在这个修例之前 是没有向注册局 和业界的咨询 改组后的委任成员 和民选的那个成员 是绝对不同比例的 那其实 大家看一下立法会选举 看一下 区议会选举 就已经知道 是如出一切的了 是不是 那其实最重点就是 很可能他们就在针对 一位的社工 就是镇地社工的 陳 洪 10 喂 就告过他的嘛 但是不要忘记 就是他涉及到831 所谓的普通案件 但是呢 法庭判他没有罪的 那在普通法里面 他没有罪的时候 那便没有案在身 那时候 但是为什么他被剥夺 他说业界出了分力呢 所以你留意到 他在2020年9月的时候 他在2020年9月的时候 已经说法庭呢 里达去裁定 表面证供不成立了 撤销控诉 同年10月呢 才决定呢 参加这个 参选社工注册局的 紀律到籌委 那时候 为什么政府 就会这样 来带他去 动他呢 那当然是借着他 成为一个借口 因为在 过去的社会运动里面 社工呢 有很多时候 都会 来带他去 就是出来帮手 因为他们的理念 就是要站在正义的一边 那所以你留意到 原来就是我家人 那你就 没得好说了 但是 最令人失望的是什么呢 不要忘记 就是 在社工界的代表 迪志远 觉得他是属于 社工界的 一个的代表 这件事是一件大事 来的嘛 但是他竟然 由行会 14号 上个月 通过修例 到16号出席立法会 的事的时候呢 他完全的一句说话 都没说出来 搞什么 他还说是基督徒 之前我认识他 你去为业界 说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法例 都会通过的了 一定通过的 你那时候就说到 我是属于民主那一面的 我希望将这些声音 带他去带入立法会里面 你当日参选是这样 但现在 有没有做到这件事呢 有没有为业界 带他去出声呢 本身是注册社工的 A4联盟直选的议员 林素伟呢 都是支持这个议案 你看到多么可悲 但是这些事呢 不断都 都从来的发生 就正如现在香港大学 那个的来斗 5月28号呢 港大的校委 突然之间任命六个 的站委副校 令到原先 站委首席的副校 然后呢 兼处理行政 及财政 财务部的副校长 王于漸呢 变相降职 但是这件事就绕过了 即是章场喔 那麽的时候 沒有啊 我要来带他去增加 这些的人 那麽就会站在我那边 就加多六个我所派的人 那麽你就输硬咯 那麽所以你留意到 就是 这个问题 是很严重的 那麽甚至 现在甚至有8名的 港大校友呢 在6月3号呢 就联署去给 就是特首李家超 是校监来的嘛 那麽呢 那这封信呢 6号就报了纲了 包括了呢 前教育统筹局局长 羅范昭芬 前港区的 人大代表 蔡素玉 那麽甚至现在呢 他在那个网站里面 有两种的 不同的version 一个呢 就是校长办公室 那麽仍然是有4个副校长 那麽另外一个呢 就不是的 那麽大学主管人员 那个版面呢 有9个 所以看到现在 很多的斗争 用这些方法就是我家人 那麽你就死硬了 那麽就正如好像公务员守則 新增这些条例 那麽你要执行这个 安危由呢 那麽就 做公务员呢 現在你要面对多很多的什麽呢 就是守則了 那麽的时候 那麽那些传媒就把这个新版 和旧版 去比较呢 就原来呢 你是公务员必需要维护国家 提供一切所需的协助 便利配合支持 和保障和保密方面 是要你做得好 那麽所以你留意到 那麽呢 那麽那個基本信念 由6項增加到12項 所以無怪乎 有那麽多公务员呢 他會離職了 現在做公务员 真是不容易過的 那麽你留意到 很多的法例 真是很垃圾的 就 還有 你真是執行到 但是不是等於那些人不服呢 你看球 有3個人 被人錄影了 說他們不要站起來 那麽呢 或者背向 跟著三十幾分鐘之後 就是終於看完了 那麽就捉了 那麽我就在想著 影著人那些的警察 他在播歌的時候 即是他都沒有縮納啦 那麽 那麽是不是 他都有問題呢 那麽 那麽 但是我自己 即是剛剛分享 剛剛講完不到 我去一間教會講到的時候 那些唱師都會 你帶他起來 那麽 但是他都會講 如果身體不舒服那些 或者不方便 人家可以坐下 不代表到 你不去專警 那麽 那麽你怎麽知道那些人 他不起來 會不會腳痛 有病呢 我甚至有時 我去到教會 他們唱師的時候 我都沒有起來的 因為呢 我上午講完 又跟著坐過幾小時的車 然後下午那堂又要去講 有時我都會累 我都希望那些人會體諒 那麽但是無論怎樣 你就看到 這些是法例 有時真的好令到人呢 你帶他去 嘴唆 甚至 很可能你表面執行到 但不等於成功 為什麽越來越多 垃圾的法例呢 為了